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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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歡迎收看2021區選論壇 這一節我們去到灣仔樂活選區 我就是賴淑銘,這位是地區專員 陳國雄 在灣仔樂活選區有甚麼特色 樂活選區一直投票率偏低 今屆投票率高低將會左右大局 今屆一共有兩個候選人參加 包括1號的白韻琴 和2號的麥國鋒 今日我們的論壇會分為四個環節 包括拉票、互相質詢、總結 以及每一集都有的區區有看頭 答預設提問的環節 立即進入拉票的環節 每位候選人有30秒的時間 各位,我是樂活區候選人1號白韻琴 我今次參選是希望在我讀書和熟悉的地方 做一個全職的區議員 我一向反對暴力政治 亦都反對外籍的女傭永久居留權 所以我希望大家用選票表態 投票支持我 亦都希望大家一起趕走暴力政治 希望我可以全意、全心、全職為大家服務 多謝 各位,我今次爭取連任的政綱 是致力發展灣仔成為一個安全社區 安全社區是提升生活質素的一個模式 我的政綱重點是解決交通質疏 監察同建、不要屏風流 爭取商務選 我希望透過我豐富議會經驗 爭取大家的支持 支持我繼續連任 為揭成為大家的服務 繼往開來 請大家支持2號麥克風 支持2號麥克風 多謝 接著就到區區有看頭的 搭譽徹題文的環節 這一節我們會就著一些地區問題 向候選人發問 樂活選區是位於銅鑼灣和跑馬地的核心地段 多助樂這區大部分都是豪宅 人口大約有1萬5千人 較早前就下區看過 樂活選區是傳統的高尚住宅區 包括伊山而建的禮頓山 附近的比華尼山、樂陶苑等 赤價都要大約2萬元 而去到南塘道一帶 就有低密度樓齡較大的塘樓 區內舊樓陸續重建 但馬路就無法與時並進 改善交通是居民的主要訴求 星期日那輛117巴士就沒有 以及公眾假期 如果你過九龍 你就要坐車出去灣仔 然後再轉隧道巴 過九龍 應該取締 不可以給學神 在這裡學車 因為幾十年前馬馬地 就很少車 現在是很多車 這裡沒有商場 但勝作有特色的小店 但隨著租金愈來愈貴 獲去四年已經買少見少 我非常憤怒 看到一些地區公司 離開店 因為他們不可以賺錢 來到問題的時間 這一節問連答 會有一分鐘的時間 最後十秒 我們都會給大家提示 市民在1號白穩錦 留意題目 剛才片段之中市民提到 區內交通濟塞 特別是跑馬日更加嚴重 你有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其實解決的方法 都不是說沒有的 不過是需要長時間的 譬如說 希望在跑馬地那個地方 設一個地鐵站 另外 希望多些行人地底的隧道 大家可以借隧道來過馬路 以及去到容易去的地方 另一方面 其實我都很同意剛才的說法 就是那裡不適合 給學車的人去學車 因為那個斜路太多 和太危險了 我最近在那裡參加 就是派票 想有人投票給我的時候 都是見到有意外發生 是因為有學神的反應不力 好時間 輪到麥國鋒 剛才有選民說租金高昂 特色的店舖都逐漸消失了 你有什麼建議幫助消費者和店舖呢 大家好 我想租金高昂這個情況 肯定是香港大都會社會的一個怪現象 所以我正剛其實有提到 是怎樣令到我們的置業階梯要改善 包括租金 這個一定是 所以香港貴地價政策 我們一定要處理 不然區議會的角度來講 似乎我們就有少許邊場莫及 有少許擺空立法角度 或者整體 我想大企業如何去 有回歸社會的行為 另外我想就是 大家是怎樣去 就這些租金高昂自己作為 用家 即是購物者 是怎樣去反應 其實我們可以有其他的地方 令到我們更加可以 拿到我們的生活上的需要 多謝 接下來就是互相質詢的環節 這一節 每位候選人有兩分鐘的時間 向對方發問 不過就要給時間對方回應 發問次數沒有限制 不過提提 提問的時候 就要基於事實根據 不要作出無理的指控 首先由麥國鋒發表提問 白女士 你講到你的政綱好像 有十加一的議題 你有沒有想到其他議題 是將會向我們選民進行服務的 其實你這些政綱我都是耳熟能長 我看了很多 還有看了你很多更進的方法 就是原來打電話去說 某部門我打了電話去 就叫他們更進了 尤其是好像前天 你們區裡面 黃麗沖道81號那個地方 爆了鹹水渠 那些水去到兩三層樓那麼高 是沒有人去理的 結果終於是我打電話去 他們沒有報 他們立刻在15分鐘之內 就立刻把水渠關掉 因為那個門口完全不能進 我問管理處 我說你們沒有找你們的區議員嗎 他說區議員是誰來的 他們都不知道區議員是誰 你怎麼去跟進的 所以你在這裡執明我這些 其實我覺得我應該問你 你在這個區裡面所謂做了很多 跟進了很多 原來很多時候是打一個電話 還有有時候 我都在那個區裡 而反而不見到你在那個區裡 連你們那裡的管理員 都不知道區議員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怎麼去跟進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看了 我看了 我才覺得是非常好笑 有一個這麼詳細的公務報告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我也說我看過 或者再問你其他的問題 你剛才提過 就會起跑馬地地鐵閘 其實你知不知道 其實跑馬地居民是怎麼看這個議題 好 二號候選人的時間到了 接著到一號候選人 同樣有兩分鐘的時間發問 麥國鋒議員 麥國鋒議員 其實我對於你所謂的跟進 我都是覺得挺兒戲的 不過不要緊 我現在想問你最大的題目 就是你怎麼看暴力政治 對於社民連的那種暴力 是爭取一切的那種情形 和亦都怎樣看被非傭的 即非傭的傭工 在香港作為永久居留權 是甚麼原因 基於甚麼原因 不如我先說說 非傭爭取永久居留權 其實很簡單 他們根據《基本法》 去爭取他的公義權利 所以白小姐 有可能你沒有看《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 我們一定要尊重《基本法》 似乎很多人 包括你自己 是沒有看到《基本法》 是沒有尊重《基本法》 所以《基本法》 是一個很重要的 香港憲法文件 另外關於暴力的問題 記住 暴力最終是由法律決定 是否暴力 不是你和我說是否暴力 究竟譬如舉例 是否言語上 或是某些行為上 所以如果暴力來說 絕對是最終由法庭去決定 他們是有沒有暴力 所以正說 那些全部抹黑了我 作為我一個 這麼多年來 你有甚麼證據 說墨國鋒是有暴力 你小心 我希望你這個 有可能構成除了抹黑我之餘 還有另外的法律責任 所以你了解清楚 究竟你正說所說的事情 麻煩你 你剩下多少分 五秒鐘 可以繼續提問 五秒鐘 我覺得 你現在所謂 是 時間夠了 現在來到論壇的最後一個環節 就給兩位總結 每位都有三十秒鐘的時間 這次輪到候選人編號最大的號碼開始 首先由麥國鋒 各位你好 我是你的左輪友李麥國鋒 我是今次競選連任很清楚 是希望透過我過往的豐富議會經驗 是希望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無實理性 一個偏偏君子 去進行我的社區服務 以我幾十年來的社區服務 大家是很清楚我的行為 我的表現 我過往很清楚 是有一個很標榜的正義 是給大家支持 我去連任 多謝大家 好 時間夠了 接著是一毫八穩琴 各位朋友 我是一毫八穩琴 我今次參選 是希望在我熟悉的地方 為大家服務 你們都看到的 麥國鋒做了這四年 做了些什麼呢 而且他剛才對暴力 所謂基本法 都是講得不清不楚的 他沒有答覆到去 為什麼他們 那個 這麼暴力的社民聯 可以說沒有事發生的 是不是 還有我希望 我們大家一個和諧 大家共享 共榮的地方 就是 得過人的理念 好 時間夠了 多謝你 今集的時間都過了段落了 相信大家都對兩位候選人 有更多的了解了